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已经讨论过几次的一个非常听起来是有趣但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题目神是没人神是没人就是希望透过这个题目的探讨能够向你展示神对婚姻的计划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配合神的这个计划 首先我要谢谢给我来信的弟兄姐妹和听众朋友让我知道了神使用我们这个节目借着节目的信息让你得到帮助并且赐福给你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 希望今后我们继续的保持联络吧 好 我们回到神是没人这个主题来 在过去的几次节目时间里头我们讲到了耶稣对婚姻的教导 耶稣拒绝来自人的任何降低了的标准 他所坚持的是神在创造当中最初的那个目的和标准 耶稣的答案往往是起初开始 那以起初作为开始 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是指着创世纪来说的 因为创世纪的希伯来文就是起初 因此这就是耶稣的教训和他对婚姻标准的依据了 神在创造当中锁定的婚姻的模式 可以分四个连续的阶段的 第一 婚姻是神所决定的 不是亚当 一切是神所主动的 第二 神为亚当造了夏娃 神接受了预备的责任 第三 神把夏娃带给亚当 亚当不必自己去寻找的 第四 神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方式 那就是人要离开父母 要他们二人联合成为一体 这样的一种形式 我个人深信 这四个原则到今天为止仍然是适用的 我曾经分享过我的一位朋友的婚姻的经历 看见这几个原则怎么样应用在他的身上的 第一 婚姻应该是由神做决定的 而不是人 第二 神为男人创造了女人 这是神的责任 第三 神把女人带给了男人 第四 神建立起男女关系的形式 那接着下来的几次节目时间 我要跟你分享在实际生活方面 我们应该怎么样应用这些圣经里头的原则了 我所指的是在我们的婚姻问题上 应该怎么样应用圣经里头的原则 那首先我们看一看真言书的两节经文吧 这是讲到神为人预备妻子的 在真言书的十八章二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说 得着嫌弃的 是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那这些经文向我们指出了 我们是因着耶和华的恩惠 他为我们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配偶 我们不能单凭自己的判断 那不过如果我们行在神所喜悦的道中 他就会按照我们一切的需要 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丈夫 或者说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妻子 那另外真言书的十九章十四节又这样说的 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 唯有贤惠的妻 是耶和华所赐的 那同样的 这节经文告诉了我们 在找配偶的事情上 我们必须要依靠神的帮助 这是神的恩惠 是神所欲为的 我们必须要依靠神 不要单单凭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努力 我是很喜欢真言书的十九章十四节里头的贤惠这两个字 那好像现代人已经很少用这样的字眼啊 但是这个字眼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很好很美的 贤惠的妇人 就是一个有智慧 有教养 有判断能力 有责任感的一个妇女 这个字眼所包含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 如果我们依靠神的恩惠 寻求神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得到神为我们选择的贤惠的妻子 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 另外一方面 如果人拥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但却凡是不和他商量 就真是非常愚蠢的事咯 我也常常跟我的妻子商量一些很重要的决定 那当然了 我相信丈夫是一家之主 丈夫应该在一切的决定上负起责任来的 但是我同时认为 丈夫应该要询问妻子的意见 要去征求妻子的意见 不应该自己单个人的正在做主张 而是要采取一致的决定 我相信如果神给你一个贤惠的妻子 但是如果你不运用他的贤惠去帮助你的话 那么将是你极大的损失了 看过两节真言之后 我们要来看看有关引导的原则了 信徒需要神的引导 这是无可否认的 这个原则能够应用在婚姻 以及其他方面的选择上的 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有两种引导 就是一般的引导和特别的引导 一般的引导是信徒常常可以用得着的 那圣经给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原则了 但是特别的引导 是神在某些特殊的情况底下所赐给我们的 是个别的引导了 未必能够应用在别的信徒的身上的 那虽然可能面临的处境是一样 但是神给每个人的引导 尤其是特别的引导 都不一样的 一般的引导主要是来自圣经的 而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下 如果我们拒绝一般的引导 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去期待神给我们那特别的引导了 只有当我们遵照神 借着圣经所给我们的引导 行在其中 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资格去寻求那特别的引导 诗人在诗篇的119篇第105节 他这样说道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那我们用什么来走路呢 我们用脚来走路 我们走在什么道路上呢 我们走在一条路上 神的话 供应我们在脚前和在路上所需要的光 神的光并不是常常照明遥远的景象的 但是 当我们顺从神的教导 带领 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节当中的时候 我们必定不置陷入完全的黑暗之中 我们会有足够的亮光去看见前面我们要走的每一步 信心所要求的其实就是这些了 但是如果我们拒绝神话语的亮光 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在某些特殊的环境当中向神去寻求那特别的引导了 如果我们忽视了神为婚姻所定的原则 我们就没有权去期待神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当中引导我们应该去和跟谁结婚 一般的引导是在特别的引导之前的 而一般的引导是来自神的话语 也就是在圣经当中的 现在我要以圣经当中一般性的引导 应用在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特别的话题当中 那就是选择婚姻的伴侣 也可以说选择我们的另一半 圣经其实是有非常清楚的原则的 首先和最重要的 但不幸却是信徒往往忽略的 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没有权利和非信徒结婚 甚至根本就连考虑这样的结合都不应该的 这是神旨意之外的 任何行这样事的人都是在神的亮光之外的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十四到十六节 这样对信徒说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夫一二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 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往来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圣经在这个地方非常清楚的 给了我们一个亮光 可以指引我们的路 那即使是我们看不见别的 但至少可以看见这一点吧 那固然信徒有自由的选择权了 但是他不能选择和一个不信的人结婚的 因此在我们还没有付出感情之前 我们必须先持守这个原则 那很多时候 青年的女子啊 一动了情感的话 那就成了我们俗话所说的当局者迷了 所有的判断都靠不住了 他很容易会说服自己 去相信他所结婚的这个对象 是一个信徒 即使是对方一点生命的果子也没有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节那说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那所以不要单单的相信或者看他表面的一些言辞 就接受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了 要观察他的生命啊 看他结怎么样的果子出来 如果一个真正的接受了基督生命的人 他的生命必然能够证实他所信的实在 因此不要和不信的人结婚 当然包括了男的女的都是这样要求自己 男的不要和不信的女的结婚 信的女的要和那些不信的男的要划清界限 我们也不可轻易的相信对方 他们说的 他们说他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了 不要轻易的相信 要观察他的生命 看他所结的果子是什么 我们要说要看一个人的行动 不能光看一个人嘴说的 说是基督徒 但是要观察他的生命 是不是一个信徒的生命 尤其是在选择自己的配偶 选择自己另一半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应该要慎重考虑 要经过祷告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在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 我们将进一步谈到 如何将圣经的原则 映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